谢谢大家 所以写了这本书 父亲施明的诗人向阳 作家庭路 蔡施平等都出席新书发表会 诗人向阳更赞赏施米娜的文笔 因为在她的书中 感受到悲伤的氛围 更看见了诗的语言 感觉到有点难过 这么人情 这么美丽 这么 也被叫善良 在心里里头 怎么会有这么多厉害 而妹妹施迦更现场朗读 新书的摘录自制 父亲施明的也上台质词 表达对女儿的支持 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当被问到想写给谁看 施米娜说 想与她年纪相访的人分享 因为那是她未来会遇到的一群人 我是因为我只能够用我这个年纪人的方式去 而施米娜也希望年长的人也能看看她的新书 因为他们身在这段历史 更是被迫要遗忘过去的那群人 她期盼能正视历史上真正存在的问题 不要选择遗忘 上报时期记者 袁乐敏采访报导